这架满载乘客的飞机正式起飞 但就在下一秒 机体发生猛烈的晃动 乘客们惊慌尖叫 行李纷纷掉落下来 突然一边角落发生爆炸 把飞机炸出大洞 靠边乘客全都被吸了出去 有人想抓住好友 但都无力回天 眼见轰隆声逐渐加大 烈焰从机头喷涌上来 吞噬了所有乘客 突然男孩欲知哥从飞机上惊醒 好险刚刚那一切都是一场梦 但这无比真实的梦 让他感到不对劲 欲知哥开始大声吼叫 飞机就要爆炸 这不是开玩笑 必须信我 但乘务员认为 他是害怕坐飞机 便强行把他拽了出去 班主任跟其他同学 为了照看他 也跟着下了飞机 众人坐在后机室 欲知哥仍在讲着自己所见 同学不服 跟他干了起来 然而就在下一秒 欲知哥的预言成真了 事后 幸存的妻人被带到警局 各自做了口供后 便都被放回了家 葬礼上幸存的几人 都对欲知哥心有余悸 不敢和他过多交往 认为他就是个瘟神 晚上 欲知哥正待家里看杂志 一张碎纸落在腿上 他捡起来一看 上面写着幸存者之一 托德的名字 没错 死神 来收人了 托德这边正在浴室 收衣服 结果下一秒 托德拼命挣扎 但浴缸上都是滑滑的一片沐浴路 他根本站不起来 眼睛开始逐渐冲血 他想叫家人救命 但不仅说不了话 家人也在外放音乐下睡着了 托德必须另寻办法 他想伸手剪台上剪刀 可根本够不着 最后 托德被活活勒死了 此时赶来想要救人的欲知哥 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警方运送尸体 此时托德的父母过来告诉他 他们怀疑托德是自杀而亡 但真相只有欲知哥知道 这几名幸存者正在街头吵架 拽逼男认为 欲知哥跟柯南一样 走到哪儿 哪儿死人 不停骂着对方 而幸存者金发妹受不了这番争吵 想要离开这里 结果一转身 事后 欲知哥在新闻上发现 飞机失事的关键原因 就是毅然气体泄露 引发了机内一连环爆炸 欲知哥将这条爆炸路线 绘制在七名幸存者的座位表上 这才发现 爆炸路线居然跟幸存者座位完美匹配 并且从头到尾的顺序 跟现在死亡顺序完全一致 这一下欲知哥知道了下一个死者 就是活下来的班主任 他连忙跑到班主任家外 却被对方发现报警把他给抓走了 班主任放下心后 回到屋内擦着水壶 结果水壶上却倒映出一团黑影 他紧张地回过头 但没有发现异常 他只好倒杯酒压压惊 熟不知杯子却裂开了 酒水滴了一路 还把电脑给滴短路了 很快浓烟升起 班主任连忙凑过去一看 可就在下一秒 此时电脑引起的烈焰 顺着地上酒精一路蔓延 将桌上酒瓶引爆了 奄奄一息的班主任倒在地上苦苦挣扎 他想拿擦布止血 结果 此时从警局放出来的欲知哥赶到了现场 见老师没了呼吸 他却脑子一抽 居然把刀拔了起来 他这一下不就成了杀人凶手吗 好在欲知哥反应过来 立马逃离了现场 事后幸存者中的宗发姐 拽逼男和格子哥 找到了被警方通缉的欲知哥 拽逼男想要知道 什么时候轮到自己死 却被欲知哥无情拒绝 尽管他知道拽逼男就是下一个 但他不想对方就此提心吊胆 只好找借口拒绝了 拽逼男这一听火气就上来了 立马踩死油门往街上冲 随后把车停在火车轨道上 想要和大家一起同归于尽 此时火车就要袭来 其他三人连忙逃下了车 并不停哀求拽逼男 让他不要自寻短见 赶紧下车活命 拽逼男被说服了 他想要开车逃离 但根本点不着火 甚至想要开门出去时 车门居然自动反锁起来 并且身上的安全带也完全解不开 眼见火车就要撞上 欲知哥立马冲上去救人 终于赶在火车撞上前 救下了拽逼男 然而还没开心几秒 身旁飞速行驶的火车 将地上一片汽车碎片卷了起来 啪的一声干净利落地将格子哥给断头了 多么恐怖 欲知哥立马悟到了一切 只要本该到死期的人没有死 或者被人救下 那么死者就会轮到下一个目标 而格子哥过后 欲知哥就是下一个死者 欲知哥躲在小屋戒被一阵阴风吹过 将门打开了 他立马冲上去堵门 却差点被锋利的尖刀刺中 好家伙死神想用生锈的道具 割伤欲知哥 让他得破伤风而亡 还好被欲知哥躲了过去 可这样 下个死者就轮到了踪发姐 此时他家外的电线杆突然爆炸 断开的电线在地上四处飞跳 踪发姐为了救爱犬 只好跑到室外 却险些被倒下的杆子刺穿 此时身旁的水缸随之爆裂 踪发姐害怕被高压电击倒 连忙躲进了车里 可一个倒车 掉落的钢管把车窗给捅破了 很快 烈焰随着汽油涌了上来 眼见汽车就要被引爆 欲知哥及时现身赶来救援 但宗发姐被困车里寸步难行 要是他打开车门 就会被高墙电压电倒 火烧眉毛之际 欲知哥想出了唯一的逃生办法 他走到车前抓起了电线 让宗发姐成功逃过一劫 虽然欲知哥险些被烤娇 但好在活了下来 六个月后 欲知哥 宗发姐和拽逼男 这三个幸存者再次聚在一起 欲知哥对于自己活了下来感到疑惑 明明宗发姐之后是他自己 可为什么那次爆炸中没有死去 说着说着 欲知哥感到异样 他想着赶紧离开这里 可一辆巴士险些将他撞倒 随后失控的巴士撞飞路灯 路灯又飞到天上砸断了巨大的电灯牌 眼见电灯牌就要砸中欲知哥 拽逼男立马扑上去救下了他 可欲知哥被救了 那不就轮到拽逼男了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死神来了》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